现在还有就在越南的女性很想嫁来台湾吗 我觉得要看 以前是因为很多人他们在乡下不了解 那有一些仲介工资就会去跟他们介绍 那他们也只是听别人讲而已 那现在就是越南也比较发达了 然后我们也是用网络啊 可以跟外界连接 所以大家视讯比较 视讯比较多一点点 所以会越来越多自由恋爱的人 我们就遇到这个个案 这个男生对于自己的太太会觉得说 你就是越南来的 所以呢你要负责做什么 主办洗衣工作赚钱养我 我在干嘛打电动 有点把他当吓人 有点就是有点歧视地位不平等 对地位不对的 可是对这个女孩子来讲 因为我被迫选择 或者是我选择了你 所以我决定不管如何 我就得维护这个家庭 我就得一直在这个家 所以他就忍耐啊 委屈啊被打啦 也是一样忍耐委屈 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就不经意去看 因为他上面会有一个先生的栏位 还有先生 那我从来没看过他先生来 从来没有 就一看到 他先生72岁 那个产妇那个带产检的妈妈才20几岁 很多这个单身的朋友 那他不一定找得到伴侣 所以他就会想去这个跟越南通婚 对不对 那这个网路上其实还是有一些讨论 比方说会说 娶一个会问吗 娶一个回家要花多少钱 花多少钱值不值得 像这样的讨论 你的感受是什么 一开始我 因为我自己有一个自媒体 然后常常看到这些讨论 其实一开始我是愤怒的 或者是觉得你们怎么会对我们 就是看不起女性 越南女性这样子 但其实我后来才发现 我接触到很多我的来学越南语的学生 还有在一些社群里面看到他们的对话 其实我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子问 第一个可能是 以前台湾的社会对于越南或东南亚 再来台湾的女性有一些刻板印象 所以他们一直听一直听之后 他们也会担心 现在他们准备要跟另外一个国家的人结婚 他们也心里会有一点紧张 就不知道要怎么去面对 很多人就会说跟越南结婚要花20万 那他们可能也 接下来要结婚了 他们也不知道我要给老婆家多少钱 还是我要怎么样子 对 能够理解 只是他们问的问题方式不太对 现在还有就在越南的女性很想嫁来台湾吗 我觉得要看 以前是因为很多人他们在乡下不了解 那有一些仲介工资就会去跟他们介绍 那他们也只是听别人讲而已 那现在就是越南也比较发达了 然后我们也是用网络 可以跟外界连接 所以大家资讯比较多一点点 所以会越来越多自由恋爱的人 了解 那这个听说在越南是母系社会 其实不是 不是啊 不是 对 越南不是母系社会 不是说在那边当男人很好吗 这也是stereotype 是刻板印象吗 对 因为可能很多人去越南旅游 然后一直看到男生坐在那边喝咖啡 他们就会觉得越南男生很爽 就是不用工作 女人要出去工作赚钱 对 但其实那只是一个 男人就是喝咖啡聊国家 那只是一个表面而已 对 其实越南的 像我们以我们家的例子来说好了 男人的工作跟女人的工作完全不一样 对啊 像我爸爸以前他是盖房子的 所以他要出远门去做一些比较劳力的工作 那我妈妈她是在家里照顾我们 然后做一些农业的工作 那为什么后来很多越南妇女来到台湾工作 也是因为当时20多年前 台湾政府开放一些工作给 比较适合女性来嘛 比如说在家里照顾老人啊 照顾长辈啊 那都是比较适合女性的工作 对 我可不可以有个问题 就是在越南的 我觉得我节目都常常想找你来 好了 你可以分担主持人的工作 讲太多 不会啊 很棒 好了 没有 我是真的有问题 就是说因为通常亚洲国家都受儒家的影响很大 所以我想知道的是在越南 男尊女卑的这个传统有没有 你的意思是说大男人主义吗 还是什么意思 对 就是也是大男人主义啦 就是男尊女卑通常就是在儒家 像比如说在台湾以前 现在可能比较平衡了 就是比如说他会选择要生男生 因为在社会地位里面 男生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 然后女生的比方说工资就比较低 男生就比较高 虽然他们的工作量一样 女生比较卑下 男生比较尊丧 中男轻女嘛 对 只有在家里因为要传 要传 众接代 对 众中接代 所以以前大家的观念是 一定要是男生 但是在薪水上面 其实是没有那么明显啦 工资上面没有那么明显 对 对 对 但现在越南 女生越来越有地位了 你老公是做什么的在台湾 它本业是拍片拍广告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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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去你的越南的家了吗 有 我们从认识到现在 我带他回去很多次 然后上一次还带他去越南住一个月 然后逼着他学越南越 逼着他学越南越 男生的地位不高 那他有什么不习惯吗 基本上他都还蛮适应的 但是最不习惯的是 回去吃饭跟家人吃饭 他要坐地上 他那时候觉得很不行 因为我们在越南 如果家族去会的话 都会坐在地上 在草席上面 草席上面 对 对 对 那吃饭也是吗 吃饭也是 就是几乎都是吃饭的时候 会坐地上 因为 日本人也常坐地上 也还好嘛 榻达米也是 榻达米也是一样 对 对 对 日本人吃饭应该 不太常坐榻达米 他们是有餐桌的 是吧 有 你说有 就是榻达米上面 当然也有一个桌子 对 对 有一个桌子 它是放在地上 对 我们直接菜放在地上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坐着 非洲的也是这样啦 就是在地上这样子 对啊 但台湾都是坐在 桌子上面吃东西嘛 所以他很不习惯 而且他又有O型腿 他一坐下来就倒了 那他怎么办呢 所以后来我们家 我们家就直接给他一个特权 就是一个小板灯 对 但其实在越南那样做是不礼貌的 因为你不能做得比长辈高啊 所以后来我们家的长辈都说给他做 但是你要告诉他他现在比我们大 对 OK 要比长辈在这低一点 对 其实以前特别是北部的话 越南北部 我们吃饭的话 家里会有 家里中间会有一个很高的地方 那个地方是给男生 还有家里的长辈坐在那边 然后女生跟小孩都是坐在地上 那个是很传统的房子 那旧局去就很惨了 旧局有188 那该怎么办 你可以坐地上吃饭吗 我去过越南很多次 但是我从来没有坐过地上 没有坐在地上吃饭过 OK 所以你不知道你可不可以 我不知道 就是我们手上过往也曾经遇到一个 他是越南籍的 在他们越南的家乡念到了大学 念医学院念到二年级 突然有一天回到家的时候 爸爸就跟他说 你东西收一收 你准备要嫁人 嫁给一个台湾人 这个女儿吓到说 为什么我突然要嫁台湾人 他就告诉他 因为你被一个台湾人选上 所以你必须要去嫁给他 可是他对他的父母来讲 从小都跟父母长大 而且父母对他很好 怎么突然父母这么绝情 但是爸妈就告诉他 你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滚出家门 一个就是嫁给台湾 他可能给他收钱了是不是 我觉得大概是这样 好 他也真的就来到台湾 那跟Vivi的背景有点像说 他主要的家人 爸爸妈妈全部都没有人在台湾 只有他一个人 所以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 好好守护 他目前有的这个家庭 所以他跟这个男生也一样 他就觉得说 那我就应该好好跟你在一起 可是大部分也不能说大部分 我们就遇到这个个案 这个男生对于自己的太太 会觉得说你就是越南来的 所以你要负责做什么 主办洗衣工作赚钱养我 我在干嘛打电动 有点把他当吓人 有点就是有点歧视地位不平等 对地位不对的 可是对这个女孩子来讲 因为我被迫选择 或者是我选择了你 所以我决定不管如何 我就得维护这个家庭 我就得一直在这个家庭 所以他就忍耐 委屈被打 也是一样忍耐 委屈 通常如果他有小孩 他就更愿意忍耐 如果没有小孩 或许他还可以有挣扎的机会 那在我们那种个案是 他后来一定是第一年就生小孩 第二年生小孩 所以一直被绑在这个家庭 到有一天也是被家暴到跑走 原状况才 这么好的老婆还被家暴 对可是我们遇到很多像这种 如果说他自己的家人都不在台湾 那只有资深一个人的家庭 就这样只能跟老公 所以他很难就是 虽然知道这个对象不好 可是有时候就有点任命 可是反过来是 这个男的更不珍惜他 因为会觉得说 反正我对你怎么样 你一定得在这里 你不可能离开我 所以我就对你不管施暴 对你这个要求勒索 你通通都得负责 你通通都得接受 就变成这样的结局 那我觉得其实蛮可惜 因为世界很大 真的不是只有一个对象可以选择 其实有很多可以选择 可是他爸妈说很疼他 怎么会忽然直接把他卖掉 这个案子是蛮特别的 可是他其实我们讲说 这种也是一个国家的悲歌 在那个时代的确有很多当地的越南人 因为家里的经济环境不好 觉得如果有机会嫁台湾人鸡犬升天 就他们很多亲戚朋友 阿姨什么嫁到台湾去 会寄钱回来越南 所以在那个时代氛围就会觉得说 牺牲一个人可以救一整个家 所以父母就会选择说 那刚好有人你被选上了 那就是牺牲你来救全家 那在这里分享一个故事就是 他之前来他就每一次 那那个是有点是外籍新娘 然后是越南来 二十几岁很年轻 那他来会写一些资料这种病例 他其实有时候把一些状况看 那时候每次以为都是他婆婆带来 那个年纪看起来大概有五六十岁的 那婆婆带他的媳妇来产检 对那你会觉得还好 那就是每次就是会帮忙 你看看那个媳妇就是看起来就是 就是怕怕的 因为他是越南的 第一个语言不是很通 第二个他也不懂我们这里 他也不大敢问什么 人生地不熟 对对对 然后他婆婆就问他 那个婆婆就问他说 你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他都说没有没有 他都不敢敢讲什么 那我们也会问他 他中文懂一些些 但是不是那么好沟通 然后后来就产检到 大概二十周三十周了 也都快到已经到中间快症 那就会开始有些护理人员来喂叫 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就不经意去看 因为他上面会有一个先生的栏位 还有先生 那我从来没看过他先生来 从来没有 就一看到 他先生七十二岁 那个产妇 那个带产检的妈妈才二十几岁 那时候怎么会差这么多 这个我们差二三十岁都常遇到 已经不会太稀奇 可是七几岁又没来 我想说哇那这个 差了快五十岁 对快五十岁了 然后后来就说 那因为他那个 有一次他那个 婆婆好像比较慢进来 那我们就问他说 你婆婆怎么没有陪你进来 他说没有啦 他刚刚好像在外面去上厕所 我说那你婆婆都对你不错 每次都带你产检 那我就问他说 那你知道一直讲 你婆婆啊 那怎么样怎么样 你老公怎么都没来 他都不大讲就对 他说那个不是我婆婆 那我说那那个人是谁 他说那个是我大妈 他是小的 对他是小的 那个七十二岁的娶了 小三 这个是小三 对啦等一期 这个也是大老婆 对那个是大老婆 然后我就说 那你就认了 就哇很惊讶 原来带来的不是他婆婆 是原配 原配 那因为他跟这个原配 没有生小孩生不出来 对所以他等于说 可能做生意比较忙在海外 像个代理运务 对就有点又说又取了 有没有正式结果 我们当然不会去查 但是问题是他就带他来 然后后来也生产了 那个男生好像来过椅子 又看一个年纪很大 我说年纪很大你以为是什么 对对对 对对对 七十几岁 二十几岁 然后后来就觉得说 因为那个是 因为那时候只有他一个 他就老实讲 对那我们就说原来是这样 那当然就是保密嘛 不要乱说 不要乱问了 反正人家顺顺的生完 就OK就没有问题 像这就很特别的一个个案 他七十几岁 你没看过吗 看过只有生完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时候查房 他们不在 对有时候有一次去看就看 我想那个应该是他老公 就是坐在旁边后面就是有点 你会去跟他拍拍肩膀说勇 对就是看到那个男主角出现 那我今天分享两个案例 有一个案例是可能这个案例 可能大家都会发生在一个 那种文化差异比较大 那种异国恋情上面 那现在很多台湾的男生 他可能在这现在社会 不容易找到这个异性伴侣 那就会认识到像比如说 比较越南籍的 就是其他国籍的这个女生 那就结婚了 那他们这个有一个很大文化差异 就是越南比较接近像母性社会 那所以他嫁来 台湾就是一个这个 这个不一样的国家 那但是他还是维持他的那个个性 那我有个案例就是这样子 那一对夫妻 他娶了一个越南籍的这个太太 那对他其实蛮不错的 那但是但是一开始 那后来这个可能这个越南籍的老婆 他都就是开小吃店 我蛮多案例 这个他会开小吃店 都不错 生意也都很好 那可能也是个性的关系 就是也还蛮多男客人会来光顾的 那这个先生呢 其实他就有点怀疑说 你是不是跟这个来店里的客人有一腿 一天到晚就是怀疑说 太太你怎样 你怎样 那你是不是跟那个谁 那你跟他端菜过去的时候 要多一个那个暧昧的衍生 到底你们有什么 那为什么他每次都来这里 多一个暧昧的衍生 对啊 那为什么他每次都要来光顾 有其他间可以去 为什么都要来来我们这里 他就觉得很奇怪 那不只有老顾客就是 对 老顾客 那对啊 可是他就受不了说 为什么他的老婆 好像都会有别的男生要来觊语 所以一天到晚跟他的老婆吵架 那吵一吵之后呢 就是太太有点受不了 受不了他就说 那没办法我就离家出走 马上就飞回越南去 那飞回越南去 短短几个月想说 这个婚姻还在 那想回来跟老公谈说 那我们离婚 说要离婚可以啊 我还去银行去借钱 帮你在越南买了这个不动产 那你把那个贷款还清 我就跟你离婚 那就是太太说 当初你是愿意帮我出钱买房子的 怎么现在要跟我讲说 要我还清才能够离婚 那这个我们白夫妻之前 就是讲好的事情 所以他就没办法 没办法说好那算了 我小吃点我也不要 我就直接搬回去 那你的脑怎么样 也不能怎么样 那只是说 因为婚姻就是海战 可是他回到越南去 过了五年也都没回来 中间这个先生还给他报失踪人口 报失踪人口 結果警察其实还要打电话 回到越南说 这个陈太太 你先生把你报失踪人口 你要不要回来再跟他谈 他说不要 可是太太过了几年 就觉得说 好那我还是回去来谈 如果没有谈成 那我就来告 那这样的情况 这样的情况就是 法院就想说 你们分居这么久 到底为什么要离婚 太太就说 因为老公就爱吃醋 就爱吃醋 那就 法官就问老公 他说 那到底有什么证据 他说就我就看到他跟这个南克人没来眼去的 我觉得有什么 那法官就觉得说 又没有发生真的什么亲密的关系 还是同间被你抓监在床 都没有的情况之下 法官就觉得说 你这样好像没有来由的去怀疑你的太太 好像不大对 你应该多包容多沟通 如果真的有证据 你怀疑我觉得还有道理 那另外就是说 法官觉得说 那你还有这个婚姻吗 先生就说 我还要这个婚姻啊 如果要离可以啊 那个之前我借他二十万啊 要还给我 那个银行的贷款要还清 我就我就离婚 法官因为听到这个先生这样讲 会觉得说 其实你也觉得可以离婚 没关系啊 你主观上 其实没有一定要维持这个婚姻 那再来是五年来 你其实也好像都蛮不在乎的 那无端的这种情况之下去 怀疑太太 法官觉得这个婚姻已经是有破产 那有破产的情况之下 两个人又没有主观上 想要继续这个婚姻 他就会觉得说 如果要讲真的有错 先生其实真的是错比较多 因为你没有没有什么证据 所以就判离婚 那是不是说只要是吃醋 就有可能被太太判 这个肅请离婚就离婚呢 不一定 第二个案例是这样子 也是这种台湾籍跟越南籍的这种配偶 那类似的情况 这个先生呢 帮太太呢 出了花了五百万 去租了一间店面装潢 也是小吃店 我想说小吃店生意这么好 也是做小吃店 那这个案件很特别是 先生也是很生气 有一次亲眼看到一个男客人 就是跟太太可能 肢体关系比较好一点 那先生很生气 然后就有点戒酒的动作 对啊小吃店不就是点菜 然后上菜 不是啊就是 就是对啦 好久不见啊 是什么店还为我吃面吗 没有而且是怎么样吃 是叫干哥 是叫 是越南的这个老板娘对客人还是客人 对客人 他对客人 老板娘对客人 干哥你来了怎么样 今天要吃什么啊 因为摸三下 对 那可是先生看到就觉得 整个火就来了 在家里你也没对我这样 你对客人这么的 这个热烈 他就觉得很生气 怒火中烧 就在店里面就跟人家就呛声 说你现在是怎样 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我还在这里 你就跟客人这样眉来眼去 那就吵得不可开交 那就太太就觉得受不了 因为不是第一次 那个客人这样子 他怎么会坐得下去 对 那所以太太就肃请离婚了 好 那一整的时候 法官觉得说这个先生 你这样子 太太去做生意嘛 那个就是客人 也没有怎么样 你就这样一直闹 没有办法过生活 所以还是判离婚 先生觉得很受不了 因为他就觉得应该有什么 他不是没有来由 所以他就他就上诉 不是 插个话 将心比心 我是小事店的那个老板 这女客人来了 我好久不见 这样可以吗 照相照相 对不对 有可能有些法官 他就觉得说 那如果你要判到离婚 那个那个要有比较坚强的证据 那所以到二审的法官就有点大逆转 到发生什么事情 那个先生 因为那个店是他开的 所以他有监视器 他就开始去挖监视器 原来这个客人不是第一次来 就是来很多次 然后呢 这个一审判决下来的时候 就抓到那一天 那一天的监视器外面 那个客人又来 来的话还这样子 干哥 我终于离婚了 还跟监视器比业 可是没有挑衅 就一审判离了 一审判离了 挑衅了 还跟监视器比业 离婚了这样子 好像他们可以在一起的 这样感觉 好先生看到这个影片 除此之外 他就还在往前抓 看还有没有什么 就一看 不看还好 一看不得了 那个一个月里面 有一整个礼拜 太太凌晨四点去开店 那个铁門要拉起来 监视频就会看到 是两个人 他太太 还有那个干哥 一统出现 想说 凌晨四点 对 就是老顾客 还帮那个老板娘开店 这样 所以说这个一定有什么 所以法官一看 不对 你们这个两个人关系肥浅 你只是客人的话 你不可能 凌晨四点还跟老板娘 一起去拉那个铁门 起来开店 所以二整的时候 法官就觉得说 好 虽然你吃醋 看起来让我们就觉得说 好像也骚扰到这个太太 可是你吃醋 不是没有道理 是有道理的 如果你吃醋 是有道理的话 你太太想要 肅请离婚 这样是没有理由 因为是太太你有错 比较多 如果你有错 比较多 你是不能够提起离婚 所以到二成的时候就翻盘 后来就判说 太太提起离婚 是没有道理 就判这个离婚不成立 所以就还是维持那一个婚姻 离婚来 returns 离婚